Odia Jungle Odia Jungle 第一军情作者 火火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奖念 库尔德武装行动 虽然获得了一定成绩 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考虑到叙利亚的局 是过于复杂 水太深 土耳其单方面宣布5月前撤出 并进入伊拉克继续 追击库尔德武装 但根据最新消息 这遭到了伊拉克方面的强烈反对 那么 土耳其会强行介入吗? 据人民网援引伊拉克巡视报 23日报道称 日前 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安表示 为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 土耳其军队要在伊拉克部分的区 采取军事行动 报道指出 埃尔多安讲话后 土耳其军方决定 在哈库尔克的区 建立临时军事基地 哈库尔克的区是山区 位于伊拉克北部 靠近土耳其边界 该的区有库尔德武装军事营地 土耳其政府一直认为库尔德武装 是反政府的恐怖组织 伊拉克外交部迅速作出反应 坚决反对安卡拉 以打击反政府武装的民意队 伊拉克北部的区 采取军事行动 土耳其的目的实际 是要加强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 巡视报 引用伊拉克军方的消息称 尽管土耳其此前多次说对伊拉克没 优领土要求 但要在哈库尔克的区建立的临时军事基地 最终会成为永久军事基地 这是伊拉克政府绝不会允许的 不论什么理由 事实上 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境内 追击库尔德武装 就遭到了叙利亚方面的强烈反对 多次予以声讨 但这基本局限 与外交方面的沟通 并且 考虑到俄罗斯和叙利亚的特殊关系 叙利亚方面 可能只是做做样子 而今 土耳其已经宣布 将要撤出叙利亚 而这显然不是叙利亚的面子 即可能是为了表达对俄罗斯的尊重 但伊拉克就不同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里主要还是美国的地盘 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伊拉克县政府也是在美国的扶持下 一手建立起来的 那么 土耳其这次会否一意孤行 关键还得看给不给老美这个面子 毕竟 伊拉克现在实力空前虚弱 确实无力阻止土耳其方面的军事动作 土耳其这次杀向伊拉克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打击库尔德武装 毕竟 土耳其境内有1200莫库尔德人 一旦库尔德动了独立建国的念头 就成为了土耳其的眼中定 肉中刺 必除之而后快 尽管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的背后都是美国 但这次土耳其可能顾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2016年的那场军事政变 美土关系 早已是貌合身敌 最近又因为S400的采购问题 土耳其几乎和整个北约闹翻了脸 关键的是 土耳其对于这个是 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性问题 不得不为 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如果美国坚决反对 土耳其就只能选择于俄罗斯和伊朗结盟 而这早已露出迹象 因此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土耳其一定会杀入伊拉克 再次展露自己的肌肉 表达自己的决心 不过 对于这是最为难的 恐怕就是美国了 对于土耳其这个中东强国 究竟是继续拉拢美己所用 还是彻底摊牌 一脚踢开 以成为摆在美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并且 留给美国的时间真心不多了 还是早做决定美好 以土耳其的个性 这次杀向伊拉克已成定局 伊拉克反对基本无效 而美国心里不少是肯定的 但究竟会做何反应 还需拭目以待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 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 原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 山货上头条酒香香和糯米 一千克八十五元 放心够购买 黄倫超约旁二百大百的都 回头 开白名单 问飞换 词状若 继续身长症和苹果席 上米